本身是不锈钢彩制的手表 图案设计采用大面积的黄金分色 最终雕刻出了金牢的感觉 金牢金牢嘛 有捞金之仪 这就叫年年捞金 年年有余 余多金 这是一条老律师的表链 要让我进行雕刻 要求是把钢牢整成金牢的感觉 金牢金牢 有捞金之仪 金又不能太满 满则大俗 最好还要有传统寓意 不过这个好说 我的一贯宗旨就是 只要客观您前到位 要啥姿势咱都不为 一般公式材料成本没有限制的话 图案内容千金比例大一点就好了 效果自然就有 其实手表雕刻题材 可用的不是很多 手表本身面积都不大 还都比较零碎 不像其他牌子呀 刀柄之类的 可以设计一个整体的图案 手表雕刻大多还都是以唐草图案为主 这个最初效果 唐草图案从此丰富 在丢进工艺里占比很大 也很考验雕刻式的技术 大多数人都没有见到我失误 其细节之处 有时用肉眼都很难看得清 今天我就把雕刻过程 开始放大 让大家看清楚 一毫米的范围内 我手下的具体细节 表连的雕刻 我做什么 não 我做什么 não 让我做什么 就好 来说 不要 你看这也敢做 我做什么 因为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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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